左边留鼻鞋举右手 右边留鼻鞋举左手 妈 要是左右都留呢 那就两只手都举啊 左边留鼻鞋举右手 右边留鼻鞋举左手 我会了 左边留鼻鞋举右手 右边留鼻鞋举左手 左边留鼻鞋举右手 我整理了 最后的时候 人潮散去 已经没有溺水的这个意象了 哥哥一个人站在那儿 还是举着手 张着他缓缓地走他 朝他走过去 这个时候 这个举手变成了另一种意象 这是人生的坐标 我可以迷失我人性的迷茫 我可以受到世间种种压力的困扰 但是最后 哥哥是我人生的一个坐标 我还是会朝他走过去